猴子和月影谁更强 这期咱们就来聊一聊 抢先体验月影的第二天 经过无数次的试跑 月影对地图跑法上的改变还是很大的 就拿一路向前来说 很多复杂的地方都给简单化了 可以说就是一辆加速带上的天行者 娱乐性还是可以的 跑法上也很简单 那么对比猴子的差距是什么呢 首先不是说博服纪录快 一辆车对每一个人那都快 而是看哪一辆车你能加以得住 他才是真正的快 比如说你是极限选手 那猴子肯定是快的 但一般的玩家来说就比如我吧 在需要使用猴子ECU 且猴子和月影差距不大的地图 那么我看月影呢是要比猴子快的 就比如一路向前 因为猴子的ECU极限跑法呢 是很难去复制的 需要非常高的技术 比如说一个ECU的时间 国服选手呢可以踩6个加速弹 而我只能踩4个 根本就跟不上了 你不能复制极限跑法的话 那么你将会慢很多 而月影的跑法则很容易去复制 基本上有手就行 所以呢月影和猴子在差距不大的图 对于一般玩家来说呢 月影还是要好用一点的 很有性价比亮次 华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点赞支持一下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